好 女人做葉子也辛酸甘苦彈 男人永遠無法推 吸到這麼長 然後 你這樣口香喘 我以為你那是麻糬喔 今天在我們做葉子中間 你做葉子真的是很膽 我今天好想吃麻辣鍋喔 然後打電話 Mai-Fi 他就一直在五名吃起來 所以我的胸部真的硬高 跟石頭一樣 有點像堵塞那樣子 然後我老公說 Ruby C 他一定沒有再吃 就這樣 不玩 大家都知道 女生生小孩非常非常的辛苦 很辛苦 所以媽媽生完Baby之後 需要很長時間的休息 好好的調養 現在有一個機構非常非常的熱門 就是東方人很重視的坐月子 月子中心 沒錯 現在熱門的月子中心 你不早一點預約都搶不到 一床難求 月子中心聽說就是好像一個月 就要動輒數十萬 天啊 轉翻了 對 所以今天來問一下Julie姐好了 妳自己本身生小孩的時候 是也在月子中心做嗎 沒有 我那時候生兩胎 現在都是在家裡坐 然後請人來家裡 然後這麼神 努力姐妳那個時候 還是月婆那個年代 這個不符合凡哥的個性 怎麼可能 吃個路邊攤都要擺滿桌了 還在家裡坐月子 這是路邊攤對不對 沒有啦 我還有叫坐月子餐 我是叫到家裡來吃 可以外送喔 可以外送啊 現在還有三餐 照三餐送的 對 照三餐送的 還有點心 新鮮的 可是這樣Baby 是不是還是要媽媽自己照顧 結果沒有護士照顧 沒有護士 可是我有請一個 就像月嫂這樣在家 天啊 好可憐喔 我們在想耶 可能照嬸 妳看 這VIP在後面 這跟坐月子中心有什麼不一樣 而且有些人還請兩個月嫂 早班晚班輪 真的嗎 我不得了 還有自己一個這樣子 何以為是抱持著羨慕的眼光 因為她自己本身沒有月嫂 我有住在月子中心啊 對啊 你不是還要去看她 你出來了喔 是啊 怎麼那麼快 就看完你之後就把她跑出來 對的 她不然以為妳現在看到 是透明的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是在前幾天 才去月子中心看她 對啊 她還在那邊就是享親福 你知道嗎 對… 然後怎麼就出來 而且我發現妳生完之後 比較瘦 然後變漂亮 狀態很好耶 沒有 我剛剛坐月子就坐得好 其實妳氣色 身材 都會恢復得很好 是真的 月子坐得好 女人美到老 對啊 真的 我是月子中心的 所以看咪咪其實狀況也不錯 也不錯 回去的時候 妳自己本身也是在月子中心坐 對 多久啊 一個月 然後我回家又坐一個月 所以我等於坐兩個月的月子 好笑 接下來這一年都在坐月子 我一直想要持續在坐月子的狀態 所以妳也是在家裡再找月嫂嗎 沒有 就是我爸媽 家人 然後再次我有叫月子餐 回家再繼續吃一個月 正常的坐月子時間大概是多久 要看剖腹還是要看時間 像我剖腹就是30天 對 30天 沒有啦 應該是說 有的人說30天是基本啦 有的人要坐得徹底一點要40天 40天 對… 妳要坐半年嗎 可以啊 半年 妳要不要先搬進去 妳可以一直坐 我有看過一個新聞 真的就是像那個很有錢的貴婦 就坐半年 對不對 他說要月嫂請半年 是真的 他自己在自己微博獎 那個用貴婦才有半年 我們…我們口歸口 但我們家也是做得非常地徹底 因為我們一個月 然後我們要找月少耶 都做一個月 有…我月母啊 昌明哥是真的很酷 他連生日禮物都沒有送雅蘭姐 生日禮物都是我們這些人 錄生日的影片給雅蘭姐 是 真的 感覺很浪漫 其實就是沒花錢 對 大家都覺得是 你怎麼說好浪漫 我說殊不知他是想省錢好嗎 不是 你們真的誤會很大 因為他今年他40歲生日對不對 我想說我其實以跟孩子在密謀 他不曉得 我要給他驚喜嘛 我說我要刻意安排的 他知道的時候是機票直接拿給他 然後帶他出國過生日 但是後來 當我們安排到一段落的時候 他突然一懷來說那個 懷孕了 又懷孕 不是啦 而且懷孕了是別人的孩子 是他生日 不是孩子生日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那個學校 邀請他去講一堂課烹飪的 我說剛好生日那一天 我們所聊的布局全部都沒了 所以我才借歷實力 我想說給他驚喜 然後請了謝謝KID 謝謝很多好朋友 就是幫我錄了40則影片 祝他40歲生日快 其實真的很用心 那機票還是可以給啊 機票 沒… 那就沒啦 沒有… 機票還是可以生日 我已經答應他要帶他出去 看跨年煙火了 他為什麼現在會這樣對我 因為他以前真的對我很糟 他有讓你去住月子中心還是 根本就不可能 這越少了 月子餐了 越少…就是月母啊 聽剛剛大家說的越少 我越少也沒有 我月子中心也沒有 我跟妳講 我的月子餐還是 什麼意思 不要這樣子 要贊助的嘛 是贊助的 而且是那種中央廚房 他可能就是今天早上送來 妳可能要從早上吃到晚上 吃到傍晚這樣子 有冷凍嗎 對 冷凍啦 都是冷藏的 自己熱 就很像你吃便當菜一樣 你會有胃口嗎 當然不會啊 但是我跟你講 這裡面最麻煩是 我們供應的所有應該給的東西 但是有的人胃口就是不一樣 所以很多月子餐到他嘴裡 他都說 這不符合我的胃口 所以真正做月子的是我 好像會這樣 但是到底月子餐 到底裡面跟一般的餐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沒有味道 它不能加鹽 什麼不能加鹽 因為他都說身體不好 人會讓你水腫 然後你會恢復的不好這樣子 少油少鹽 對 然後而且後期 都是那種味道比較好 它有點換湯不換藥 你每天打開它的味道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的 然後會有一種藥膳的味道 就是有一種中藥的味道 然後連吃30天 對 然後而且…裡面包括 因為裡面包含了 有小小的禁忌在裡面 月子餐有的人就告訴說 你要喝水的話 你就喝這個月子水 或是說米酒水 你不能喝開水 所以我們同派的 30天沒有喝過白開水 真的喔 小剛剛就兩派 一派吸 他們就是說水當然盡量喝 你要去二路 所以要清嘛 但是另外一派就說 你不能喝水要喝那個米酒水 因為不然你會整個水腫 或者是只能喝湯 所以我第一次坐月子的時候 因為他們說如果你喝了水 你以後就會變大肚婆 你消不掉 對 你這樣聽當然會害怕 你就不敢喝水 整整一個月都不喝水 然後那時候我坐月子餐又不好吃 所以我根本就沒有吃 所以都是他吃 水也不敢喝 但現在的月子中心都非常的完善 照顧Baby 照顧媽媽之外 是不是還會有讓你上課 對 你可以上很多 比如說祕辱的課 然後還會教你比如說做什麼 母奶的手工照 然後 還有這一種 對 然後還有上什麼 教你怎麼餵寶寶 什麼各式各樣的 補乳的課程是不是 覺得比較尷尬一點 我上過一個課就是 他是進去之後 就是老師站在中央 然後所有的學生就產婦 就成圓形 就是這種椅子就成圓形 然後在教室很擠 所以大家坐滿了 然後規定先露左邊的乳頭出來 因為要先 整個乳房拿出來 對啊 廢話要不然怎麼餵奶 老師有些示範嗎 老師沒有示範 然後他就是 老師上次有乳 就是有乳汁已經是40年前的事情 對 他感覺都停經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示範 大家都弄一邊乳房 然後老師就過來幫大家推乳 你是公眾人物耶 沒有辦法 而且我告訴你最尷尬的是 我還好喔 就是經過 老師經過一個乳房 然後他就這樣 不行 乳房往內縮 內縮 我就把他拉出來 他就拉出來彈一下 他說這樣寶寶吃不到 我要把他拉出來 你知道我這媽媽難過又快要哭了 懷孕不入狀況百出 媽媽胸部力經折磨與苦難 我小孩子吸你的乳頭 真的很猛力 吸到這麼長 然後 讓口香喘 我還以為你的是麻糬喔 現在有一個行業叫 平乳顧問 專門幫你推乳 真的 我整個奶柱都噴出來 奶柱 是這樣 是 是 我去把菜 為什麼不行 乳房往內縮 內縮 我就把他拉出來 他就拉出來彈一下 他說這樣寶寶吃不到 我要把他拉出來 你知道我這媽媽難過到快要哭了 因為她被人家批評說 乳房往內縮 然後要把他拉出來 妳說是真的嗎 我發誓 我說是真的啊 妳說很長 妳說很長對不對 好長喔 寶寶好幸福喔 然後還點掉下來了 然後妳把他抬起來的 可是是聽說顏色也會變 小孩子吸妳的乳頭 妳要知道他那個吸法 真的很猛變 他可以吸到本來這麼長喔 他可以吸到這麼長 然後還可以幫我當口香 抓屁 對… 真傷 然後… 柯宇文妳的是麻糬喔 不是 誇張了 他咬著含著睡的時候 妳要把它剝開 真的可以變到那麼長啊 因為我現在很擔心 今天是我 他如果我的寶寶都只喝我右邊的奶 然後我右邊的一直變長… 然後左邊還是原本的樣子 不可能是他左邊的 他就變成乳房界的七爺八爺 對 從小虎 沒有啦 因為… 妳不要擔心這個 因為兩邊的乳房 它脹奶是同時會脹的 對 所以妳不可能只吸一邊 另外一邊會脹到受不了 對 一定要換來換去的 對 一定要換來換去的 不用擔心奶頭藏這件事情好不好 妳只要擔心的是妳的母乳 如果萬一太多多出來的 妳要怎麼運用而已 妳不是願意給KID喝嗎 可以 我跟你講 我之前認識一個人 他說他母乳量多到受不了 因為他都會先冰凍起來 對 後來那個打開 冷凍室根本孩子喝不完 結果夏天朋友來家裡做客 朋友不知情的 裝著這樣做芒果冰有沒有 就在上面給客人吃啊 對啊 就鮮奶就 妳不要這樣說 我老公自己都是這樣好不好 我坐月子的時候 因為我老公都說母乳很值錢 對啊 很精華耶 然後小孩子不喝喝不完有沒有 是不是就倒掉 因為怕不新鮮嘛 喝了拉肚子 我老公說不要倒… 難怪你 你剛剛不是什麼糟糕 你都到啦 提給我喝 他不知 對 所以這個就喝了耶 他說因為他從小沒有喝過母乳 我沒喝過母乳 很好奇 我也是啊 他超好奇的 我有喝過母乳 我跟你講 男人都很好奇 都會想喝喝看 對 甜的啦 但是百聞不如一見 就是你喝完之後你會覺得 OK 嘗過就可以了 是不是沒有人的味道 它跟牛奶不一樣對不對 不一樣… 因為牛奶千萬你還調過味道 但是母乳有時候 可能依照你最近的飲食的狀態 它的味道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對 比如說有時候會有一點點 小小的香味 或是有時候會有什麼 真的假的 它出味 有… 像之前明明吃完麻辣鍋以後 我有喝過 就真的也會有那種 麻辣鍋的鴨血味道 真的會變 麻辣的 所以我們終於可以了解 女生的辛苦了 真的是 對不對 我們吃什麼的時候 他們就可能會變什麼味道 醫生跟你講說 如果你在哺乳期間媽媽喝酒 妳那個在小孩喝母乳 小孩會有酒精耶 會醉 他說的那個有一點腥味 也有可能是因為坐月子 需要喝大量的魚湯 對 鱸魚湯 對 所以才會有那個味道 對 餵母乳的時候 是不是聽說也過程很艱辛 超累的 我後來就是放棄的那個 就是你知道我生的時候 然後就有那種護士 然後有一些那種就是 衛教的人員進來就說 應該要葬奶了 因為我旁邊擠床的人都脹到 所以他就幫你推對不對 對 他就幫你推 沒有 他就是這樣 他就把你推 他就把你的奶 讓他這樣順暢 然後最後要把那個乳頭 這樣子捏一捏 然後看有沒有 一點點冒出來的乳汁 白白的這樣 我簡直像是在擠血一樣 就是有點那種 撕一針在手指頭上面 然後這樣一直擠那個血 對 他們都推的時候超痛 對不對 他會脹得像石頭一樣 我完全沒有 你知道 我也 好險你不是這樣生耶 你自己說你自己軟到不行 我是看隔壁裡 因為我看每個人都挺著那個 樣亨 你知道嗎 然後我想說 他們說好痛 都痛到腋下來了 我說是嗎 我怎麼完全沒有感覺 怎麼會這樣子 好不容易 我第一次聽到人家完全沒有氛圍 我跟妳講 所以應證了一句話 妳的是嘎奶嗎 還是 不是 應證了一句話 奶大不一定有奶 真的 但奶小也不一定為了 奶小也不一定有奶很多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妳的那個 你幹嘛推 對 我一開始也是跟Julie姐一樣 就是完全就也沒有脹奶的感覺 生產後第三天也沒有 醫生也說你要給它吸… 都吸不出來 然後後來到月子中心 那個護理師真的超嚴 超可怕 他直接說 爸爸 妳去我家買一根針筒來 針筒 這什麼 我想說他是要刺我奶喔 我那時候想說妳是要刺我奶嗎 我嚇死了 然後後來他就說 不是 妳現在24小時內 妳就平均兩小時 就自己擠一次 然後用針筒收集 然後我就真的定時 然後一整天都沒有睡 然後後來只擠出2CC 24小時 超累 而且那時候腰又痛 然後就要一直站著 然後一直壓 然後感覺我胸部整個都紅腫 然後感覺要瘀青了 後來就是真的擠出2CC以後 我立刻叫我小朋友 立刻喝下去 因為那粗魯啦 對 很珍貴 我真的快哭了耶 那後來咧 我們拿那個粗魯來抹我頭髮 不是 後來我就一直持續 這大概兩三天吧 奶就一直有分泌出來 就大概30然後變60 然後120這樣一直上去了 對 你們這邊有沒有看到 你們的後面這一位小姐 她是一個很自傲的方式 她是在看著你們 妳的乳是不是還滿多的 我乳很多啊 因為就是 因為第一個我生第二胎 她生第一胎 第二胎通常你會比較有經驗 其實你要乳汁多有一個方式 就是你一直叫小孩餵 一直叫她吸 對 她一直吸就是一定會有 就有奶 就是你 她是一個最好的雞乳汁 可是奇怪 當初亞蘭也沒有 我就一直幫她吸 妳幫她吸 妳沒有叫妳喝 妳這個 當初我的胸部真的硬到 跟石頭一樣 因為妳要自己推妳很難 因為痛到妳根本沒有辦法推 然後我老公就說 那我幫妳推 我說不要…不行 然後我就只好讓小孩子餵 但是因為小孩子也吸不出來 可能有一點像堵塞那樣子 然後我老公說 我來 我幫妳吸 以為自己很累 不是 他一定沒有再吸 他就這樣一直玩 來 小姐 然後我還準備了鮮奶油 他以為我要再吸 他不吸 他在品嘗 可是我覺得效果真的不曉得 那還是要有專人 現在有一個行業叫 鮮顧問 他要怎麼幫忙 我之前本來要叫 他竟然是要1萬多塊 妳說一次嗎 他好像一個課程 但是可能就三四次 很貴耶 這麼貴 很貴 他就是專門幫妳推乳的 真的很有用 他不是只有這個地方 他連這個地方 他會幫妳按摩 我整個奶柱都噴出來 對 就是它會 它是整個有奶柱的 奶柱對不對 它是整個就會噴出來 奶柱 妳就像那個 妳有推一推 連蓬頭…洗澡 那怎麼辦 他這樣一直噴 對 就是這樣 真的喔 沒有誇張喔 真的 我真的有 我真的有一個朋友 他如果沒有穿內衣 他洗澡的時候 內衣一脫掉 他就是這樣 像噴泉一樣這樣噴的 有什麼意思 我們就會這樣噴 批你啦 他這樣講就噴 真的啦 在跟老公要準備愛愛的時候 他撥開的時候 然後眼睛就瞎了 可以嗎 會變 雖然這是開玩笑話 但是不是沒發生過 真的假的啦 好 那我問妳 他們哥當妳發現這件事的時候 妳會不會有一些生理的反應 然後更興奮 然後去防守去做別的事情 妳說正在噴奶期間 妳就是說妳在幫他吸壓 或就是按摩的時候 會不會有生理反應 我還好 我說真的還好 因為那個是我們的 全副的那個心思 是在幫他把乳腺弄通 因為孩子在那邊熬熬帶補 在肚子餓了妳 還在那邊想說妳想幹嘛 那時候沒有那個心思 他為什麼會沒有心思 因為我們那時候非常的臭 非常的髒 沒化妝痛 然後很沒洗頭 可是我有耶 他在家只能穿著衣 那時候他叫我幫他推 我不是像妳用吸的啦 我就用手這樣幫他 所以我們心有這樣推 可是我們習慣以前 如果要推的時候 就是要穿三角褲就好 所以我們那時候想說習慣沒關係 就穿著那個然後就這樣幫他推 不是 我跟你講 穿三角褲有點噁心 我跟妳講 推到一塊以後 就不一定有人跑進來了 他把月子中心當成旅館在住 台北坐月子也限制一樓框 先生就輕鬆竊意過生活 常常都在我們坐月子中間 我們坐月子真的是很淡 對啊 我就很小心賣得多 拿電話外賣 他就自己在我旁邊吃起來 放手機 然後就立刻衝出去說 什麼 要去抓寶 我想說 比那個寶還重要耶 好可怕 可是我們習慣以前 如果要推的時候 就是要穿三角褲就好 所以我們那時候想說習慣 沒關係 就穿著那個然後就這樣發脾 不是 我跟你講 穿三角褲有點噁心 我跟妳講 推到一塊以後 就不一定有人跑進來了 他把月子中心當成旅館在住 所以他每天都是脫光上衣 然後只穿一件四角褲 在那邊晃來晃去 你知道月子中心的護士 他們會定期來幫我們量血壓 或是檢查按摩胸部 他就是直接逼 然後磁卡逼就進來了 然後我老公正在幫我按的時候 他就衝進來了 然後我想說怎麼辦… 他現在看到我老公在我身上 然後但是他又沒有穿衣 陪我上 對 然後那個畫面 那個畫面就是很像在清熱的動作 然後我就覺得 那個護理人員超尷尬 他說媽媽 那我現在是要先出去嗎 然後我就說不要… 他只是在幫我按摩胸部 現在都是他們的片面支持 沒錯 想要問一下就是女生 你們覺得 你們在坐月子的時候 男生都在幹嘛 在月子中心護士聊天 這麼過分 我老公 我撐第一胎的時候 我那時候看了五間月子中心 我老公選 妳選一間最醜的 不是 他不讓我選 他選 他選的標準是 看哪一家護士比較這樣 這個話有小護士耶 不錯 然後可是事實上 你應該知道就是那種 老護士最厲害 對 有經驗的比較好 護理長最厲害 那種胖胖很厲害的 很兇 看起來一下來很會推顧 很會照顧小孩一把抱 一手就可以邊擠奶 然後邊餵奶 不是 因為每一個護士 有它不同的功用 那種護士是給媽媽媽 然後年輕的是給爸爸的 然後有些護士 就是年甲 睫毛 染頭髮 真的超時尚的感覺 衣服一脫就會去夜店耶 就辣妹那種 對 然後爸爸超喜歡 去這種月子中心 一定要這種月子中心啊 妳看是不是 好 那妳這樣 妳能接受妳的護士 前一天在夜店抽菸 喝酒 第二天來抱妳小孩嗎 男生我覺得可以接受 你家做櫃台就好 沒有 我覺得老公吃喝玩樂 因為我們什麼都不能吃 我們只能吃坐月子餐 然後又不能洗澡 不能幹嘛 然後他們那時候都在放鬆 都在休息 每一個老公 幾乎都在我們坐月子之後變旁 對 這是真的 我老公還吃鹹酥雞耶 我們家的不是因為吃我剩的 不是喔 是因為我很想要吃 像譬如說 你坐月子只能吃很淡的 我就說我今天好想吃麻辣鍋 他就說 Good idea 打電話 完了 麻辣鍋一人份 就反哥自己吃了 對 他就自己在我旁邊吃起來 然後隔天我說 我覺得好想吃蚵仔麵酸 Good idea 你不連蚵仔麵酸也不能吃 不能啊 味道太重… 對 太鹹了 有一些那種什麼大蒜 什麼這些都其實都不太能吃 我那天那個秘密講說 什麼他有點想吃鹹酥雞 我那個味道 我說好…沒問題 我幫你去買 結果我去買回來後 提了兩大袋 400塊 我買了400塊的鹹酥雞 然後整個桌子全部都是 然後他看了以後 他說好…我不能吃 重點是他還就是誘惑 我們兩個孕婦 因為那時候企其也在我們同一間 所以他就下來 然後我們兩個就一直看他 在那邊吃鹹酥雞 我還直播你知道嗎 要吃鹹酥雞 然後他們兩個孕婦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罵我 我說妳太沒道德了 根本就在住旅館 然後吃完鹹酥雞隔天好了 就是玩手機 然後就立刻就是衝出去說什麼 有快龍 我傻眼了 我真的覺得傻眼 包都以分 然後給他 他到底是那種 我說妳手上的寶都還沒 就是照顧好 妳就要衝出去抓寶 抓什麼寶啊 然後就又冒出去 大概30分鐘後再回來 我想說妳小孩比這個寶還重要 然後還幹嘛 他說 玲玲 妳的CP值太低了 你照快龍 潘哥哥 你怎麼這樣子對他們 我還做手機給我 我連他的一起抓 妳看 我就對他多好 妳根本就是不顧小孩 我老公好像好很多 不是 這後來我到那個 快龍的出現地以後 我發覺那個月子中心 五個爸爸都在那邊抓這樣 全部跑出來 太爛了 我老公跟他們都不一樣 我老公會在家裡陪我 然後他會幫我帶小孩 但是他帶小孩就像 老一輩的人帶一樣 就是小孩子抱起來 就開始一直搖 一直搖 我說妳到底在搖什麼 因為妳知道 我真的很不喜歡小孩子 這樣一直搖 因為不不好 因為腦還沒發育好對不對 對 那是其中一個 還有就是當妳不搖的時候 一放下去 小孩就一直哭 就會很難帶 然後講好聽一點 是他幫妳照顧小孩 他陪小孩子玩的時候 他就跟他玩玩 那夏天比較熱的時候 就只有包屁屁而已 然後包了屁屁之後 他就這樣一直玩… 他突然有一天 他說 我的手怎麼熱熱濕濕的 我說還好吧 那小孩子便便很正常 他就說便便 他說整個溢出來 然後他就把小孩子 整個丟在床上 他說我不要 給我 菁哥 好像是我的一樣 有一次 他那個才誇張 怎麼樣… 顧小孩顧到半夜3點 我睡熟囉 突然 什麼東西 他顧 因為小孩不睡覺嘛 然後一直哭嘛 然後他就這樣啪… 然後走來走去 別哭… 然後他受不了 細思底里的 把小孩整個這樣丟到床上 不管了 把我給警醒了 我警醒 你為什麼把小孩丟到床上 他說我受不了 他一直哭 我沒辦法休息 我好累 我崩潰啦 我說 我說雅蘭… 妳睡… 我就把小孩抱起來 我抱起來就說 乖喔 乖… 開始搖 我就開始抱著他 在房間裡走動…一直抱 你知道我抱到幾點 我就讓他去睡覺 幾點 早上七點他才睡著 然後我八點出門工作了 而且他真的很誇張 因為他這樣一直搖對不對 小孩子一放下就會哭 所以到最後沒有人抱的時候 我怎麼辦 我只好有時候他不在 我也沒有辦法這樣一直搖 搖得很累 我只好開著車 就是讓他坐在嬰兒座椅 你知道小孩子有車這樣 搖搖晃晃的時候 就睡得特別好 所以我三更半夜帶著車 帶著小孩 趕著車 對 然後我就這樣 讓他睡著 然後我才抱回來 我才有辦法睡覺 你太早生了 現在有一個電動搖床 對… 有電動搖床 你覺得我老公會讓我買嗎 不是 我送給你 你拜託你不要那麼可憐好不好 我送給你 再生一個為了你的電動搖床 那想要問一下 你們覺得在坐月子的這個期間 老公真的有幫到忙嗎 因為感覺好像 聽昌明哥跟Paul哥講 好像是真的有 有啦 請舉牌好不好 請舉YES或NO 只有吳文有 沒有 但因為我這一胎是第二胎 有幫到忙是因為他要照顧老大 大寶啦 對 如果有大寶我就覺得老公 因為只要大寶會鬧 會吵 其實媽媽的心會很糾結 因為你一個月其實是 像月子中心有規定 大寶 二寶不能碰面 因為他感染 所以有大寶來的時候 二寶就要推回嬰兒室 然後因為嬰兒室裡有很多嬰兒 所以他怕姐姐會把病菌傳給妹妹 再傳回嬰兒室 對 所以大寶如果吵鬧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煩 是因為你可能會想說你對不起他 因為你可能 沒有時間陪他 所以我就覺得爸爸是有幫到忙的 這樣子 對 然後我老公還有做過一件 很貼心的事 是他有帶過一大束玫瑰花 來月子中心 妳說謝謝我 謝謝 謝謝 小嬰兒的照顧方式大不同 進屋端挑起 夫妻降火 我第一胎的時候 我女兒就是那種 一哭我老公就抱 一抱 他就會一直哭 第二胎我就跟他說不准抱 一個禮拜之後 他吃飽睡 睡飽吃 完全不用抱 有一種爸爸更討厭 就是一半夜你讓他哭 他就說你為什麼要讓他哭 然後抱起來說 媽媽 其實爸爸太愛你了 這怎麼會討厭 就是這樣耶 然後我老公還有做過一件 很貼心的事是 他有帶過一大束玫瑰花 來月子中心說謝謝我 獻給 護士嘛 護士吧 謝謝他們的貢獻 謝謝媽媽 真的啦 我就覺得那一束花 感覺有幾根被抽起來 沒有…那是最小的一束 其實他帶了五束 沒有 他就說 他說他想要讓大家知道就是 他就說他送給我 是說他覺得就是他想 謝謝我幫他生了 生了一個可愛的女兒這樣子 然後他也覺得就是說 經過那個護士 就是那個護士的時候 大家都會嬰兒是什麼 他說大家都投影 就是那種讚嘆的眼神 然後他就說他希望 讓所有女人都羨慕我 他就送一大束花這樣 但是Juie覺得說沒有 然後他的原因是 因為我也因為是生兩個 我覺得老大的時候 因為有越少幫忙還好 就老二 生老二的時候 因為老大還在家裡 我都在家裡面做 爸爸其實說是要幫忙 可是他其實就是會有什麼問題 就一直來問你 所以我反而第二胎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一直 一直在接受他的詢問 就是說他到底現在喝幾嘻嘻 他現在是不是要換尿片了 他現在哭了 就是我一直在接受這種 所以我反而覺得我沒有休息到 可是他覺得他是有幫忙 他還是有在帶小孩 有…他只不過就是一直問你而已 但是咪咪有話要說 他也沒有 完全沒有 他其實有幫到忙 因為他其實我們在月中心的時候 他就是在安頓小孩 因為他為了小孩 給小孩一個好的環境 然後他想說要搬到內湖來 因為我們家在大安區那邊 一出門就是大門 太熱鬧 熱夜一點 對 然後他就覺得說想要換環境 然後他就一直在 趁我在坐月子中心的時候 他就一路一直去看房子 對 但我不知道他跟誰去看房子 不是喔… 因為我跟你講 那次寇哥有一次在我們節目 他說他騙你去上通告 其實他根本就是去玩 而且跟我講 那個房仲對他超好的 是女生 然後跟我說 什麼騎機車載他 一直環繞內湖區 對 房仲還特別從內湖區 坐計程車來接他 坐計程車再去內湖看房子 再換小米的樣子 兩個人在那邊會繞那個房子 我想說天啊 那個女生到底是誰 我好想看那個房仲長怎樣 怎麼那麼貼心 還不錯 對… 最後服務這麼好啊 最後房子買了對不對 最後房子真的買了 而且後面也要注意有那個暗門 他隨時會從後面可以進來 可是其實除了這個以外 我還有做過更誇張的事情 在坐月子期間隱瞞老婆的事嗎 對… 因為每次因為他們吃月子的時候 我一定吃到已經 我已經變母乳 女乳症了 你知道嗎 我已經真的快受不了 因為還好那邊外面有一個麥當勞 我每次都跟他講說 晚上了嘛 我可以去麥當勞吃嗎 你吃你的月子餐 我可以去麥當勞吃完再回來 他說好… 然後我每次去以後 去了麥當勞就吃完以後 我都還有拿那個收據 表示我真的有在吃 但事實上咪咪不知道的是 我常常去那個麥當勞以後 然後麥當勞不是外面有那個露台 露天的 我就點一個薯條以後 我就坐下來 然後就從我那個隔壁 我有偷藏了 那個冰箱裡面藏了一打的香檳 我就把香檳打開 看著月亮吃著薯條 然後默默的 把一整瓶香檳喝完以後 然後再慢慢的回月子中 雅蘭姐 你覺得昌明哥 在你坐月子的時候 隱瞞你什麼事嗎 隱瞞我什麼事 應該是沒有吧 有隱瞞我什麼事嗎 我這個人最乖的 我跟你講 是沒有啦 但是我覺得他 一直覺得他有在幫忙 他第二胎的時候更誇張 你知道第一胎 他是不是這樣咬小孩 第二胎的時候 我在坐月子的時候 他每天都 誰 他永遠都在說 他不知道有沒有吃飽 現在不知道睡了沒 會不會有人會不會虐待他 我心想說是你的小三是不是 那個人就是我女兒 我生了兒子 他一點喜悅都沒有喔 他腦袋裡面都是惦記著我女兒 你會不會覺得很痛苦 因為我剛生完 你連喜悅感都沒有 他就一直在想說 他會不會沒有吃飽 怎麼辦 你女兒不就在家裡嗎 在保母家 因為那時候我們沒有保母 所以只能放在保母家 女兒是我們男生 上部級的情人 對啊 一定要… 一定要想啊 對啊 可是我千辛萬苦 幫你生了個兒子 然後他一點喜悅感都沒有 一點笑容都沒有 他只在想女兒 兒子是屬於媽媽 你也不能這樣子講 我們雖然是非常愛女兒 女兒又是第一胎 第一胎我們是全心全意的付出 對 然後後來兒子說我們也是幫忙 因為我們後來也是知道 要一次同仁 我也幫我兒子洗澡 對不對 小時候Baby洗澡洗 所以也曾經洗過兒子整個溺水 然後他就說 他就把我吸過 怎麼那麼軟啊 我怕他會補成 不是 因為他有一個手 就把他咽下去喔 對啊 因為他手勢有時候沒抓好嘛 然後他就整個身體圈滑下去 整個頭都泡到水裡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在後來生孩子 我覺得男人在跟女人 相處的那段期間裡面 男人會比較辛苦 如果你剛剛問到說 我們會不會背地做了一些什麼 他不知道的 那是可能源自於 例如他們有些情緒 那一陣子他們的情緒起伏會太大 因為孕婦 因為荷爾蒙分泌 分泌會失調 然後有一點什麼憂鬱 有一點 然後你跟他講手 例如你只是問他說 中午吃牛肉麵好不好 我今天不想吃牛肉麵 不然肉燥飯如何 他就跟你講不想吃嘛 他的情緒就啪 就起來了 所以搞到最後我們很麻煩 我們也曾經想過說 不要打我 但反正過了 我們也曾經說 我們在出外景的時候 我們想說 我們乾脆就假借外景延遲 受訪者沒出現 要隔天再拍 我們就多過一夜先不回家 在外面透透氣 再說 我們也曾經有嗎 有… 中午想要說 不然逃避一下好了對不對 偶爾一下 對 但是你知道我們還是心腸很軟 一想到魔鬼出現 天使就是孩子的臉 孩子沒有我 他不行 這沒有你太好了 可是超明哥 你是還好 我跟祕密來錄這個18歲不歲 他跟他媽媽說這個人要錄過夜 整個明天才要回家 但是女生在懷孕 就坐月子的這個期間 一定都覺得自己是就是你知道 太黃 就是皇后娘娘這樣就覺得說 我就是幫妳生一個女兒 幫妳生一個孩子這樣 我們沒有這樣覺得 只是我們真的比較容易累 對 而且我們真的只是要刷存在感而已 因為你想想看 妳一個月都把我關在房子裡面 早也不能洗 頭也不能洗 髒成那個樣子 又醜 又胖 然後又吃得很不好 妳們看都會很悲觀 就這樣可憐 就適機的來使喚老公做事情 有吧… 我們只是想要這樣子叫看看 你們還愛不愛我們 叫看看 妳有沒有喜歡過帆哥 當然啊 就趁那個時候 平常不敢講的話都講 比如 就比如說我就想說 我覺得這個飯很難吃 不夠熱 妳再去不要熱一下 妳平常啊 妳敢講這種事 平常都是她要喝水 我茶都倒閥 就是一天24小時 她隨時都在哭 然後妳 假的一步妳有關過小孩 妳要想說什麼 不要為了幫女生復二這樣子好不好 還是妳外面有 妳早上八點起床的時候 妳是很有愛的喔 妳就覺得寶貝是我的全部 到晚上八點妳就開始講 妳就真的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到半夜她還不睡的時候 妳已經沒有愛了 妳就真的會想要罵老公了 又累啊 對 然後像我那時候我也覺得 我老公一直說 我生完第一胎的時候 比較沒有經驗 他說我每天半夜只要小孩子一哭 他說我會坐起來說 出去 出去 他說他就抱著小孩默默地睡 好像在演八點檔 真的很像 然後我們後來就是客廳擺一個嬰兒床 房間擺一個嬰兒床 客廳也再買一個擺一個 因為就是到半夜只要一聽到小孩子哭 妳就很躁鬱 可是妳相信我們是白天妳都很愛他 真的妳到晚上妳受不了的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說法是說 妳可能要讓小孩哭15分鐘 然後不能去就是讓他 就是不能去吵他 也不能讓他不要 不能馬上哭就馬上去吵他 不能哭太久 對 我第一胎的時候 我女兒就是那種一哭我老公就抱 然後我就真的受不了 因為他不抱 他就會一直哭 所以妳會真的很受不了的時候 我第二胎我就跟他說 我嚴格的警告妳 妳不准再給我抱兒子 因為第二胎是兒子 我說不准抱 妳知道我兒子哭 妳哭一開始一定會哭 哭了15分鐘 我覺得還OK只要他的 因為我有問過醫生 醫生說只要他的臉沒有什麼 對 沒有帳紅 或者是嘴唇發紫其實都OK 我就讓他哭 妳知道嗎 一個禮拜之後 他吃飽睡 睡飽吃 吃飽睡 睡飽吃 完全不用飽 好棒喔 好好的訓練 然後我出門的時候就提籃這樣提著 到餐廳之後把他放在 放下來我就開始吃飯 他就一直睡… 來之後他也不會叫 不會哭 他就這樣看著 而且有一種 有一種爸爸更討厭 就是你半夜你讓他哭 對 哭一哭 他就過來 他就說你為什麼要讓他哭 然後抱起來說 這種更討厭 我就是這樣… 他那時候他就一直哭 然後他就看著他 我就看你哭多久 我就真的受不了就把他抱起來 他說沒關係 爸媽不愛妳 有爸爸在 妳要記得 自己這樣只有爸爸對妳好 媽媽都是騙人的你知道嗎 他都簡現成的 因為爸爸有時候哭到已經很累 一直哭… 然後那時候當然是媽媽先抱對不對 媽媽一定是小孩最激烈 一直哭的時候 他說你不要這樣 就是你一直抱 我跟你講 你要聽他的高低起伏的聲音 我現在觀察 現在前十分鐘他哭很大聲 現在已經慢慢弱了 來 抱給我 然後他就是剪現成的那種 已經快要哭 然後他跟他說 你看媽媽 你媽媽抱你是不是都不舒服 爸爸抱最好了吧 你看這裡胸膛很舒服 爸爸有香味對不對 你喜歡聞爸爸的味道 爸爸在 不是 爸爸有旁邊的香味 媽媽很噁心的 但是我跟你講 你們也不要太擔心 因為照我過來人的經驗 小時候因為我愛女兒 是愛到我工作再累 我一定要回去抱她 抱個半個小時我才睡覺的人 因為很愛對不對 但是你以為 將來就會跟她連心連在一起 有沒有 她會愛爸爸勝過愛媽媽 錯了 也沒有 因為永遠 還幾年 小時候因為我愛女兒 是愛到我工作再累 我一定要回去抱她 抱個半個小時我才睡覺的人 因為很愛對不對 但是你以為 將來就會跟她連心連在一起有沒有 她會愛爸爸勝過愛媽媽喔 錯了 也沒有 因為永遠有孩子黏媽媽 對 後來等到孩子大概大了一點的時候 因為女兒跟她一張床 我跟兒子一張床 因為女兒跟她一張床 一個房間放兩張嘛 然後我就很想要爬過去 跟我女兒稍微擠一下 我好想她 變菜喔 對啊 你知道嗎 因為 對嘛 你好有感覺要爬上她的床 壓住她 幹嘛 人外啊 不是啦 我爸爸 我說寶貝 爸爸今天跟你說好不好 然後我就依偉在她旁邊 我跟你講 她就馬上跟我講說 爸爸 你過去 對 她就把你趕走喔 而且爸爸只要一親她 她就說 我覺得爸爸真的都會這樣對女兒 我小時候也是睡一睡 然後就突然嚇醒 被爸爸偷親 因為還在睡覺 我就說妳是誰 然後我爸爸就說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就是他們都很愛女兒 因為他們上班到很晚 都會看不到女兒 妳爸爸有穿衣服嗎 有啊 他完全有 他們就會想要抱抱女兒 對 那是我們的慰藉你知道 但是女兒不會 不會因為這樣子 不會因為這樣子 她以後會愛妳勝過咪咪 不會的 真的 而且剛剛有聊到坐月子 其實是很花錢 對 想要請問一下現在 到底要準備多少錢 才可以住進月子中心 我最近才幫我弟弟 因為我弟他們 我弟息下個月生 所以我們才剛去談一間 坐月子中心 現在一般來講 起跳大概都要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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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餐嗎 那個算是很一般的價錢 普通喔 很普通的 一天七八千 譬如說老公進去睡那個晚上 大概差不多快要一萬左右 老公進去睡他價錢 沒有 他的房間會比較 比較好一點點 要老公要陪 你一定要雙人床 你一定要雙人床 單人床比較便宜 所以我坐月子 一個月就要30萬了 最少20幾萬 20萬幾票 最少要20多 25萬 這樣子一般的就是 小資族怎麼負擔得起 所以有的人就會選擇 坐兩個禮拜而已 15天 對 去月子中心有什麼優點 就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 媽媽可以休息 月子中心就是 小孩子隨時推回嬰兒市 你不用洗衣服啊 有人幫你顧小孩 洗衣服也是不用人家洗 他們洗… 對啊 不用做家事 那個房間裡面會不會很無聊 會 滿無聊的 有電視嗎 有啊 等一下 你看 妳們不要回… 妳們不要回答 她根本就是為了她自己而已 對 我想要先諮詢嘛 你們都是有經驗的人嘛 妳準備要升了 也不是 就想說 來 請看 結婚也要錢 然後坐月子又要錢 什麼都是男生要去負擔 其實我回答妳剛剛問題 我們這次去看她有電視 而且她那個電視 都可以直接看到寶寶的 那個可以監控 監控 這麼高級喔 對… 那會有缺點嗎 應該就是妳沒有辦法 立刻二 四小時跟小孩 就是在一起 因為有時候媽媽 如果身體狀況不好 妳坐月子的話 小孩一定是推到嬰兒室嘛 嬰兒室有時候可能 護士人員比較短缺的話 他們其實大概都是 一個對六個小孩 妳小孩可能就是 我就會擔心說 小孩有沒有被照顧好或什麼 就沒有辦法一直看到小孩 那月子坐得好 真的會有差嗎 我覺得有差 因為我沒有坐好真的差很多 妳看這四個感覺都做很好 每個人都這麼苗條 沒有 因為我覺得 我坐第一胎的時候沒有坐好 因為我第一胎早產 所以我都自己帶 然後還要幫她洗澡也碰水 後來就手的那個關節 真的會比較痠 然後因為我也實在忍不住 就覺得自己太臭了 我就有洗澡洗頭 然後就會有頭痛 可是我… 對 可是我第二胎 真的就是因為嚇到了 我什麼都不做 就躺著 睡到 你知道我胖都胖30公斤這樣 胖30公斤 我生的時候胖30公斤 然後我坐完月子 所以還多了兩公斤出來 32 可是小孩沒有了還32 天啊 我要發問 是不是有些女生 據說就是月子 就是做得好之後 就是原本有一些老毛病 反而會補解問題 對 我剛剛跟她講說 所以我年輕的時候 我有遇到那種 譬如說常常會那種月經來的時候 腰痠 什麼發冷 肚子痛 後來我坐完第二胎 都沒有這種問題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問題 明明也是 手腳冰冷也都沒有 但是我覺得有的時候是因為 老人家的說什麼不能洗頭 不能怎麼樣 我覺得那個現在 如果依照科學的觀點 其實它是可以打破的 像當初雅蘭在坐月子的時候 我讓她洗頭 我有洗頭 我是煮那個薑水 因為你知道我後來忍到 第二個禮拜我真的受不了 因為你的頭沒有洗 你頭皮一碰到 我是有而已 是痛 因為你太久沒有去碰觸它 因為你根本連梳頭都不敢梳 所以你太久沒有碰它 頭皮是會痛的 可能已經有一點發炎的狀態 然後我真的受不了 我說我再不洗頭 再不洗澡 我要發瘋了 後來我媽就說 那我就煮薑水給你洗 沒有 那是我講的 我想的 沒有 然後我媽… 我啦 我想的 我這個時候記住喔 是他們在想的 我想的 不要放別的節目 都要記得提到這件事 對 然後我就進到廁所裡面 衣服脫掉之前暖氣一定要掀開 讓裡面全部都是熱的 然後你才脫掉 脫完之後 洗完之後 把頭髮整個吹乾 還不能馬上出去喔 一定要等那個熱氣 濕氣 全部退了之後 才能穿好衣服再出去 不然很容易感冒 沒有 出去的時候 我還叮嚀他說 你就算吹到頭皮 頭髮全乾了 毛巾先包著 對 然後出來的時候 要跟室溫溫度慢慢降溯到 一致的時候 比較能夠適應 沒有 我都用耳溫槍槍 那邊涼她的頭髮 這邊好有用 媽媽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在坐月子的時候 希望爸爸們可以多照顧 多體諒他們 沒有錯 不要嫌他們臭惡 對 好不好 大家都很辛苦 18生不是這樣 我們下次見 謝謝 謝謝 直播收入可觀 竟高達通告費的7倍 是不是直播的收入是你 平常的收入好像很大 跟上節目幾 上節目比的話是差到 大概只有7倍是不是 然後直播的話時間比較短 而且它是LINE的 請問你們有因為直播 而有額外的收入嗎 上節目有7倍嗎 那是好期